没有碰到雷包出局了 投手牵制完 裁判马上举手out 对于这判决兄弟不服气 总教练林威柱走出休息室 马上失忆要挑战 申请电视辅助判决 再看一次当时画面 一拳的右脚稍微小跨了一小步 那当然是接球的一个动作 是看球转出来的方向 当时比赛来到八局下 统一是投手王敬明 把球丢向一垒 要抓跑者宋承睿 一垒手林一拳接到球猝杀出局 过程中右脚在雷包前 踩到宋承睿的手 跑者摸不到雷包 牵制成功算out 有点小扭到 然后小拇指那边有被踩到 但是是可以忍受的程度 兄弟申请辅助判决 最后结果维持原判 还是出局 总教练林威柱冲到小房间前 跟裁判理论 还比出招牌抗议手势 一旁昂姑陈江河也不服 见状况不对 裁判们赶紧来换夹 很明显的阻挡 然后timing我觉得也是 那总教练会议的时候 也有说过了嘛 对啊 那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今晚这球没有影响到比赛结果 赛后林威柱强调 会再跟联盟申诉 讨一个答案 比赛插曲一度让主场球迷炸锅 对比周继炒成一团像战争片 新装富邦汉将则是上演爱情片 小将刘俊豪获选MVP 搅出单场武打数三安打 同时被选为胜利打点 跳舞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喜欢的啦啦队员 慈妹有上班 刘俊豪是已故总教练徐生明 美农十年计划第一代成员 全秀落榜以自主培训加盟富邦 穿上85号球衣 他要的不只是跟啦啦队同框 而是要拼站稳一军赛场 TVBS新闻黄国军徐又翔 台中场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